陪大人 正阳 正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陪大人 原来泰山守夜太学院贡献过河豚 之后皇后的亚线膨胀又遣公使召我们太学院的厨师去帐中烹制河豚 最毒妇人心 从贵妃娘娘中毒身亡的情形来看 应该和河豚鞋有关事关重大不敢隐瞒 故郑阳特向裴炎大人禀告 请大人明察 太后的亚线膨胀 欠公使宣找太学院厨师去帐中烹制河豚 可有亚线杖中御令 荒陵诏书在此 请陪大人明鉴 大唐炎下最大的祸胎 莫过于聘机私沉 裴炎在此 顶礼尽谢了 裴大人 裴炎大人 快进宫见下 臣裴炎奉旨进宫 中书侍郎裴炎奉召进宫见驾 微臣裴炎 叩诸吾皇万岁万岁 万万岁 平身 谢皇上 是 退上 裴炎 微臣在 贵妃之事 你勘察的可有眉目 皇上 真凶留下铁证 请皇上预览 这子是 真是大大的不济了 念 遵旨 卓泰学院陪礼团学士 遣该院袍丁 速来亚县膨胀 烹制河豚 亚县膨胀 封善亚县 即当今 五皇后啊 烹制河豚 果然是她 果然是皇后 她为什么要这样怠毒 狠毒的妇人 毒杀了朕的月儿 是她 月儿 月儿 苍天有眼 皇上 你终于明白了 我当然明白 即使看了明智 她早就明白了 是皇后 是皇后毒死了朕的月儿 还毒死了朕的韩国福利 难道 难道她就是为了要独霸六宫吗 皇上 铁证如山 是啊 铁证如山啊 可是更加有力的铁证 是她不仅要独霸六宫 她要娶皇上而代之 她要独霸大唐天下 她要取朕而代之 独霸大唐天下 从十几年前的雍辉六年 她陷害王皇后 篡夺皇后之位以来 以辅佐皇上处置政务为名 公然干涉朝政 致皇上于虚无 徒天之下 天下万民 只知当今大唐江山 有皇后而无君父啊 不要再说了 朕 近日 就要叫天下人知道 朕 才是巍巍大唐天子 才是天下万民之君 佩天之 微臣后旨 传真吉尺 调集右卫雨林散俊 前往河壁宫 着纳 独副武士 微臣领旨 正安 快 这次大唐皇帝 真要不明 则已一名军人了 来 进去 坐 张安 这封密奏 送回复辟大美迎室 我大随皇室 一定如获之宝 堂哥 祝贺你啊 堂哥 祝贺我什么 书爷已向复辟大本营 为你请功 唐妹相信 在冲灭武皇后 推翻大唐王朝之后 堂哥将会成为 我大随王朝 复辟史上的英豪啊 唐妹你真的以为 就凭书爷 你我复辟大本营 就能反唐复随了吗 那是笑话 是皮肤汉术 唐帝挡车 可惜 可贪 为谁 为这 央央中原上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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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心而论 当今大唐皇后 不仅是女中英豪 就算是普天之下的百姓中 就算追溯到 摇顺鱼汤的年代 她也是荡之无愧的 人中精英 远的不说 就拿我们大随 两世天子而言 都远不及这位 武皇后 睿之圣明 可她偏偏不容于 这央央中原上邦的臣民 更不容于大唐朝廷上下的 文武百官 是该请功 请功 对 如果这次武皇后 真的被李治灭除 我想真正应该 为其请功的不是正阳 你认为 最应为其请功的是 应该是大唐朝廷上 所有反武的文武大臣 是男尊女卑的组织 使他们大唐朝自己 对了 给五三四送信的人回话了吗 尚未回话 尽快查明 是 堂哥 那我先去了 打入了武功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但想不到你这条妙计 反倒变成一座大山 压在我们自己的头上 世王 这飞纸是何事传入府中的 半个时辰前 巡验下将听到 赏春亭处搜的一声 便急忙巡查过去 发现一只绣剑夹着这张飞纸 我便急忙派人找你 世王 这飞纸是何人所传 是否可信 飞纸并未留下性命 只是画了一朵花 这是仙格来的标记呀 看来所说十有八九可信 而且据掌使回报 宫中确有又为雨林调集 想何必供进发之事 我武士绝不能坐以待毙 只可惜那梁府人马 此时接待金石长安 东都只有户宅家将 如何能与雨林三军对敌 这是天要觉我武士满门 要是凭我梁府家将 攻入东宫挟持太子 倒是绰绰有余 只是这么做的话 说啊 眼下不是与死就是网破 不可再有半点迟疑 既然你理智无情 就休怪我武士无意 武一宗 直称在 立刻召集梁府家将 攻打东宫轩人们 直称得令 王公公 有什么急迫的事情吗 刚才皇上下诏 令培炎去又为 召集雨林三军 这和毕宫中 出什么变故了 只知道召集了雨林三军 前来和毕宫 其召雨林三军来此护驾 这和毕宫一定有非常之变 你错了 雨林三军不是来此护驾 不是护驾 那来此干什么 只怕 只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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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旗王公公 马上去请英国公 礼机入宫 你要尽快走过皇后陛下 他要明白 快 皇后陛下 武团二 何事如此惊慌 皇后陛下 皇上请点 又为雨林三军 向何毕宫进发 何毕宫有何变故 听令城王府令起告 又为雨林三军 是为皇后陛下而来 为我而来 奴婢坐请陛下 尽快下诏 是以万分紧急 应急快宣 两万五三司 和内军王五一宗 带领人马入宫护驾 陛下 眼看又为雨林三军 即将来到本宫 请陛下当机立断 当机立断 对 当机立断 陛下 陛下 又为雨林三军 即将杀入何毕宫中来了 你们一定要把这份地图 尽快送到李济大人处 是 陛下 奴婢已经念天地飞食之上 来得真快呀 旧狼 也是神武之君 陛下 这一切都是冲着你来的呀 是 正是冲着我来的 陛下 难道你不明白 这一切的后果吗 什么后果 一旦成为阶下囚 就只能任人在割了 凭什么我会成为阶下囚 皇上 皇上无心谗言 认定是陛下你 堵死了贵妃 皇上已经认定了 是我堵死了贵妃 所以 才夜半 举兵闯宫 要拿我问罪 陛下 皇上和雨林三军 已经闯进宫门了 皇上驾临 何必躬 皇上驾临 何必躬 上庄接驾 王公公 可想立即通报 王复林 迎钥匙相告 是 王公公请下等 少将军 少将军 什么事啊 宫中令城公公 有急事求见老国公 令城公公 哪位令城公公 王复林 王公公 是他 先不可进入老国公 跟我去看看 是 请 皇上已召集又为雨林三军 前往何必 攻兴师问罪 正是 风扇伏闭 东征在即 帝后 万万不可失和 顾及少将军 尽快蹲起 英国公 前往何必躬 调停 正该如此 只是 少将军 据王公公所言 皇上 是为贵妃 中毒身亡一案 前往何必躬 问罪的 皇上若无体证 怎么会行事问罪 少将军 王复林 尝刺帝后 妃嫔左右 深感皇后陛下 对贵妃 慈爱有加 更见皇后陛下 胸怀宽广 绝不会做出 如此卑鄙 苟的 当今皇后 胸怀宽广 慈爱有加 如果我记得不错 三年前 林德元年七夕 在上官一 面租大案当中 也有一位 令城王公公 被牵连 在内被斩于西市 这位令城王公公 正是公公 你的包胸 王复胜吧 李敬业还听说 当时千朝入安 待职的人犯当中 也有令城王公公 你吧 三年沧桑 王复林 深决凶渣 实在是旧游自取 李敬将军 为了秒堂康宁 为了天下苍生 王复林恳请 尽快蹲起 李敬大人 进攻调停 是这样 容李敬业 后堂禀告 李将军 请 王公公稍后 好 皇上驾到 李敬业 臣妾 吴妹娘 恭迎圣驾 李敬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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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言宣旨 微臣凌诏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大唐夜庭成天庇佑 本应芝兰河河 求花辉映 不期皇后度火恒生 至封善圣典之际 贵妃萧香 借烹制河豚虚名 奉朝御允 铁证如山 罪则难容 积夺五世六宫之位 一位贺兰在天之灵 钦此 谢恩 五妹娘 灵止谢恩 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羽林将士 在 一旨成事 是 恭敬皇后陛下 奉旨去关 救郎 温娘 命运林将士 将我施压入了宫 将飞后武士 押入冷宫 离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香也去 是流去 闭娘 救了 皇上 无事已被皇上下诏废去皇后了 君无弃言 废后毒杀贵妃 罪不容赦 无心 大爱长行 押入狼宫 爱相延续 是流去 太子 太子进来睡眠呼吸平稳有序 请谢太医放心 千万不可大意啊 是 吩咐太医院仁义 我回长生殿世家 谢太医 你 今晚只能在此歇息了 为何 刚才 刚才当之今吴将军传旨 今夜宫中禁室 宫壁等 都不能出入 左右 岳亭宫门 难道皇上 真的无心要传 要捉拿皇后问罪 这该如何是好呢 太子李洪 让李洪知道此事 来人哪 来人哪 王公公 李姬大人允许见我了吗 容下官再去蹲井 要快快呀 是 好 已经 恢人夜闯千 embedänd门 快快快 五三四五一东 cendo 戳 关城攻围 靠 靠 登 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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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你这老皮肤坏我大事 来人呢 在 给我乱刀砍死 是 卖 吴三四殿下 贺兰贵妃之死与皇后陛下有没有关系 自有凭据证实 你们这么鲁莽行事夜闯东宫 不仅不能解脱皇后 反而之吴氏九族与犯上叛逆十恶不赦的境地 你 趁着大火尚未酿成之际 快快收兵回府吧 说 万万不可信之泄谣的胡言乱语 若不尽快攻入东宫 挟持住太子 我吴氏九族才会万劫不复 吴三四殿下 千万 你这老皮肤 你走 你走 吴三四殿下 老夫有一言相告 行 就凭你们数百家将 即是护卫东宫那千军万马的对手啊 为今之计 只有请英国公进宫 为皇后辩冤呢 李济 是啊 只有老国公入宫 才能为皇后陛下悉情不白之冤 说话 不要听到胡说八道 速速闯宫 谢太医言之有理 你走 速速恢复 请英国公进宫 才能为姑母之冤 走 哼 皇上 应将废后之诏 在今日早朝时 效益天下 以您攻墙 以安人心 皇上 废后毒杀贵妃 贴正如山 耿肩入主六宫以来 不守父道 善权干政 早已天地难容 人神共分 微臣恳请皇帝陛下 为大唐设计 各恩正法 各恩正法 时至今日 培言也不怕 泛言极箭 自十一年前 永辉六年 武士被皇上 册封为 皇后以来 全然不遵 父道 贫师奸计 把陛下左右 古宫之臣 如 国舅 长孙 吴继 宰相 楚遂良 于智宁 以及上官 以等 或 鞭折江湖 或 残灭 九族 以至维护 刚纪之臣 孤立 吴元 积极可危 而武士外戚之辈 平步青云 封王封侯 拔持朝政 武士更是包藏祸心 以扶助皇上为名 实则愧策 大唐江山 死亦 聘疾死臣 长此一往 君父堪忧 设计堪律啊 尽上苍游眼 立其罪行败露 皇上 应成天命 顺人心 除灭监后 一顾射击啊 被言听之 为臣后知 速速起草无告 于明日朝会 半步天下 还应对武士 诸诗诸人 严加拘束 报 顿造 微臣领旨 休息 公主 夫 死 杂 亏 报 怎么了 少将军 五三四 五一宗 二位殿下也来求见英国公 他们二人也要求见老国公 那王福陵公公都快急疯了 何必宫中也该有结果了 告诉他们二位 就说老国公即刻来课堂相见 是 爷爷 孙儿拜见祖父大人 来得正好 取下红用枪 陪爷爷练练 爷爷 孙儿本来是陪爷爷成练的 只是有贵客临门 要求见祖父大人 何方贵客 是宫中令城王福陵 梁王五三四 和内郡王五一宗 王福陵 五三四 五一宗 好 更衣 贵客 明明五三四和五一宗召集嘉奖 前去攻打东宫 怎么会全无动静呢 这都不重要 五师终于被打入篮宫了 阻挠我灭堂附随的蓝鹿虎 终于被除灭了 郑岸 这一切真的这么顺利吗 宫中密探送来的密报 不容置疑啊 一会早朝 大唐皇帝就要向天下 颁布废除 五师皇后的诏书了 还有 反五世九族 都已被羽灵三军 勘压起来了 习惯势力真的很强大 唐哥 你在说什么呢 我在想在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里 要进行变革和更新 是何等的凶险艰难 唐哥 你不是在惋惜 五皇后的败王吧 我是 如果不是男尊女 被在作怪的话 如今的中原会 何等的惠煌 怎么 唐哥 你对这位皇后的崇拜 竟和他身边的上宫女官 谢瑶环 一样的狂热啊 他们都是当今 最令人敬拜的女众豪杰 密报送走了吗 嗯 很快 我们就会看到 五方联军 攻占大唐辽东 将预的捷报了 不能再在这洛阳 敬后加音了 郑莱 你要尽快去上古公院 嗯 来 到了哪里 老公公 黄公公 五三司 五一宗二位殿下呢 刚才在等候老公公的时候 五三司 五一宗两位殿下 已经被羽林三军带走了 黄公公 皇上是什么时候 亲率羽林三军前往河壁宫的 约在此时 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 我 王福林 是易得到消息 就来府求见老公公的 爷爷当时正在休息 孙儿不肯答扰 哦 原来如此啊 王公公 时辰已到 请速速进步施驾吧 皇后陛下之事 还望老公公做主 王公公放心 我自由主张 请 是 爷爷 上朝的时辰到了 大唐朝堂 还有我李氏族人的立足之地吗 爷爷息怒 孙儿 之所以这么做 是为了我大唐的设计 你长大了 你也知道大唐设计了 孙儿此心 望爷爷明鉴 我叫你直言 孙儿遵命 武士入逐六宫以来 不遵妇道 干涉朝政 知君父如傀儡 是忠臣如仇人 一知乾坤道志 社稷雄威 满朝文武 进阶侧目 天下百姓 莫不切齿 而武士能有今日 都是因为爷爷你 在他推荐给太宗皇帝 庇护到今天 如果仍有武士道行密施 吕后之惨剧 必将在本朝重演 到了那时 爷爷 我怕你的仪式英明 竟都会化为万代骂名啊 所幸上天有也 终于使皇上 圣从英明 亲率与林三军 问罪于何彼宫 亲班废后照例 爷爷 我祖孙自当顺应天命 不应该再助纣为虐 失望于天下 取后于转胜之间啊 爷爷 老夫道真的对你失察了 你长见识了 孙儿不敢 当今之事 还有英国公府 少将军不敢之事吗 来人呐 在 把他推到后院 绑在马庄上 有胆敢寻情 善待死而者 军阀从事 是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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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马 上手 对打通州战事的折子 放归带了吗 装好了 只是 怎么 近日朝会 不是二圣临朝 是啊 贵妃之死 皇上太悲痛了 只怕支撑不住龙体了 还还听说 今日早朝是皇上亲办诏书 你是说 今日朝会 只有皇上一人临朝 郑氏堂的执事 是这样来腹中宣告的 七旅 祖父 时辰已经很紧了 七旅 许彦伯 孙儿在 即刻向正式堂告假 祖父 你怎么了 祖父 病了 陪大人 各位 陪总相 陪大人 陪大人 为平反之事辛劳了 陪总相 皇上是要颁布 征讨李传的诏令吧 是吗 是吗 今日皇上要颁发的诏书 哪要比征讨李传 终要百倍啊 终要百倍啊 您先透露的消息吗 也是普天下臣民 盼望已久的大事啊 普天下臣民盼望已久的大事啊 普天下臣民盼望已久的大事啊 这件事儿嘛 上官仪 可以含笑九泉了 天坤正位 大臣民盼望 大臣民盼望 DM 幸好 敤 麻煩你